主席,首先感謝鄧鋒議員動議懸議案 以及其他五位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建設教育強國 習慣平總書記期後又發表重要講話 轉一步指出要統籌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篇大文章 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 使中國成為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 本港掃落擁有高質量的教育制度和學術環境 共有五所大學位列世界百強 教學質量和研究水平都備受國際肯定 應該是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 本人和經文聯都十分認同議案的主旨 促請特區政府訂立一套全面的為香港教育發展的藍圖 提供更為多元化的教育服務和配套措施 致力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樓 主席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八大中心 包括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國際貿易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 國際航空樓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毫無疑問 豐富多元的人力資源 是推動發展八大中心的關鍵引擎 特區政府既要加快向外搶人才 也要積極培養人才 應該以八大中心為主要分析框架 儘快開展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 就相關行業、職業和所需技能的需求 進行大數據分析 更精準地訂立人力資源教育培訓的 短、中、長期策略 我認為本港的教育發展藍途 至少有兩大關注的重點 首先 當局必須充分利用本港的國際化教育優勢 統籌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 我樂於見到 行政長官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宣布 2025年的學年起 政府資助的專上院校 非本地學生限額將會提升一倍 去到百分之四十 並向政府掌學基金額外注資十億元 吸引更多傑出人才來港就學和進行研究 也會每年資助一百名優秀本地學生 升讀境外知名大學 擴闊本地學生的環球視野 同時 當局將自力發展北都大學教育成 鼓勵專上院校與中外知名的院校加強合作 在引進來方面 我認為當局應該是吸取經驗教訓 美國的藝術設計及數碼媒體學府 薩凡納設計大學 SCAD曾經在2010年來港開設分校 可惜是生不逢時 最終由於虧損等原因而在2020年停辦 未來當局應該是提供更加具針對性的政策配套 吸引更多海內外的知名院校來港辦學 或者促成與本地的院校合辦更多的商學委課程 其次,本人曾經多番向特區政府建議 應該是完善從學前到專上大學的教育制度 在中小學階段加強推動STEAM 即是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的教育 增加對創科實習計劃的資助 讓學生更早地接受創科的專科培訓 政府應該提升職業專才教育的地位和應受性 將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DI 轉為資助應用型大學 以及持續檢視和革新職專教育機構定位和課程 同時應該將職專教育進一步納入資歷架構 加強與大專院校學委課程的銜支 以設合業界發展和科技轉變的需要 我樂於見到行政長官宣布 當局會進一步在中小學大力推動STEAM教育 包括開設小學的科學科 亦都會推動成立應用科學大學 大力提升職專教育地位 我認為當局都應該是積極與其他地區 建立職專教育證書互應的機制 吸引更多海外學生來港就讀 好幾年